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就是我的名字叫朋友 我来自于IBM Canada 然后我们提供主要做这个资源调度和管理 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个offer 叫做Conduct for Container 这是一个完全免费的这个版本 它是一个基于Mathos Kubernetes 还有Docker Registry的一个轻量级的PS平台 所有的组件都是基于Docker Image Docker Container 安装起来也非常方便 然后在会后的这个newsletter 会给大家就是share之前问的link 然后有兴趣的大家可以试一下 然后我们也有自己的论坛 还有select channel 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欢迎大家来提问 今天这个session主要是说一个就是Spark Center Scalar 这是我们基于这个Mathos开发的一个Metal Framework 来对这个Spark 或者类似于Spark的这种DAJ的Fremark 和workload 提供一个更细立的调度 同时也支持资源的共享 然后我旁边这位就是这个Sensysguider的主要的研发构架石 是IBM北京Office的高级构架石包小云 今天就我俩来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 我先大概说明 我先大概回顾一下当前这个Mathos平台的怎么支持Spark 然后哪些问题包括最新的进展 然后Tim Chen应该是这个主要做Spark和Mathos这个维护者 然后他今年也做了很多很不错的推荐 无论是在Spark Summit和Mathos Summit 然后也有一些Enhancement 然后我也会打开介绍一下他们的现在的工作 还有我们看到的一些更多的挑战和一些我们 从我们企业级的客户收集的需求 稍后我们会更详细的介绍这个 由这个保晓明 他还详细介绍这个Sensysguider 和我们一些测试的结果 好这是我大概介绍一下我们这个team 我们这个名字叫做Spectrum Computing Team 我们成立于1996年 然后主要做那时候做HPC 然后后来做Gluster Grid 包括VM的平台OpenStack 然后现在做容器的管理 我们是2012年的时候被IBM acquire的 我们这个team 我这个team 在这个公司呢 主要是更多的参与社区的工作 主要是希望依赖Livage 就是Livage这些OpenSource技术来构建 一方面是使用这些OpenSource基础来帮助我们提供更好的Solution 来服务于我们的客户 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把我们20年来这种在企业环境下的技术 然后回馈给这个社区 然后我们参与了这一系列的OpenSource的工作 包括最早的OpenStack Hydroop 到现在的Methos, Spark, Kubernetes, LERK 然后今年的Methos 是从去年9月份开始工作的 然后今年游戏我们有两位同事 这也是被宝剖地成为Cormator 然后我们现在就回顾一下 现在Spark和Methos的状态 大家都知道Spark和Methos 其实是一个共生的两个 多来自于UC Berkeley的实验室 然后他们最早的Spark 是作为Methos的独立的 典型的FreeMode来体现Methos这两个功能 他们也希望有两个人式的调度 由Methos来负责资源的管理和调度 由Spark来负责这个Workload的调度 最早出现的是所谓的FangoryMode 那就是所谓的 为什么叫做CDD调度呢 也就是说资源的分配是以Task为单位的 就是最小的资源分配调度的单位是Task 当有Task进入的时候 Spark才从Methos获得资源来运行Task 当Task结束之后 这些资源就被释放掉 来为其他的负载或者其他的Task来服务的 但是呢 这个CDD调度当然听上去非常好 因为更好的去解决资源利用率的问题 但是呢 在实际的实现过程中有或多或少的问题 所以在今年的时候 他们就是 Spark社区已经希望把这个 这个模式已经Deepricate 掉了 然后这些列了一些它有哪些问题 现在实际方正是当Methos 当Spark有workload的时候 当它从Methos获得一个offer的时候 然后它会检查这个offer 所在机器上有没有Exilter运行 那如果没有Exilter运行 那它就会launchExilter去运行这个Task 那如果有Exilter运行的话 那它就去把这个Task 到这个上面去 但是有这样的问题 当所有Task结束之后呢 这个Exilter并不会被就是Kill掉 那这样的话 这Exilter所占用的内存 其实是一直hold在那里 直到这个Spark的屏幕结束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在一台机上 只会有一个Exilter来执行 那大家都知道 这个Java Program 对内存管理 其实是大 特别是大内存管理 是有些局限性的 同时这也说 trade out 如果内存过大的话 你的Exilter提供过大的话 在Exilter没有Task之行 它会被一直hold的 还有很多的资源的浪费 所以这前面列到两个 两个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第一个 它无法在一台机上启动 多于一个Exilter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Exilter在没有Task的时候 也不会被释放掉 造成了很大的资源的浪费的情况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第一个 听到Overhead 就是说 那我每当去运行一个Task的时候 我都有很多次 由这个Spark 还有底层的 Result Manager之间的交互 要求获得资源 并且在Task的时候 它还要去通过Methos 所以有比较长的Exilter 特别是当Task的时间非常短的时候 那这个调度所需要的Overhead 相对于它的Task的执行 也是不能被忽略掉的 那第四点就是说 所谓的不可预测性 就是因为你的Exilter的 这个Sign的大小 是取决于 因为只有一个 所以是通常变化的 所以你没办法知道 你在一次实验的过程中 你Exilter分配的 个数和资源量 和你第二次运行时的 个数资源量有什么差异 就造成了在某些情况下 你的执行会非常非常快 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 你就会变得又变得很慢 这就是所谓的 在企业环境下 我们把它叫做服务品质 那你的服务品质是没办法保证的 还有剩下两个是 为什么在社区希望 已经可以把这个 Firmary Mode 来Deprecate的原因 就是一个 从Spark 1.5开始 就有这个 Dynamic Allocation 那种Cross Screen 的方式 相对的去解决了 一些资源利率的问题 所以 社区的同事们认为 这个已经是比较成熟 可以把它去掉了 还要另外一个就是 一个Manager Effort 因为不同的 模式 有不同的Eason Path 这就是 在Tim Chen 在最近几次演讲中 说明了 为什么要把这个 Firmary Mode 去Deprecate 然后 下面我可以介绍一下 在最新的Spark 和Message中 推荐的使用方式 就是 Cross Screen Mode Cross Screen Mode 顾名思义 调度的单位 就不是以它所谓的单位 而是以Exutor 为单位 在之前的 就是所谓的 所谓的New 之前的 Old的Cross Screen Mode 方式是这样子的 用户需要指定 每一个 你的Exutor 的Total 所需要的CPU的个数 还有你Exutor 的Member的个数 那 这时候呢 就是 当 Spark 获得 那个 offer的时候 它也会看 你上面有 有没有Exutor 在执行 然后 去launch Exutor 那我拿到 那个 Task的时候 它就直接 Beskype到 这个Exutor 上去 而不通过Message 的Message 路径了 那 好处就是 比较Fangorin 在执行每个Task的时候 它的 overhead schedule overhead 比较小一些 但是通常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 因为是Cross Screen 所以它的 调度方式 是跟Exutor 以为力度的 所以当你的Exutor 上没有Task 运行的时候 Exutor的CPU资源 也不会被释放掉 所以会造成一些 资源的浪费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 我刚才说到 从Spot 1.5开始 有一个Dynamic Allocation 这个feature 它可以 根据你的Workload大小 来动态调整 Exutor的个数 但是这个功能呢 是一直在一样上 有很好的支持 但是在Spot上 有 支持的不是那么好 所以在今年做了很多 EHospen的工序 年底 然后 让 第三条提到的 Solid Dynamic Allocation 是好的在Spot上 然后 也有些EHospen 可以在EHospen 运行多个Exutor 这样的整体的结果 就是说 根据我的角度 它基本上达到了 Spot-Union 的一些Behaviour 但是呢 还有一些 Ticket Log 就是说 可以Leverage Method 一些在调度的时候的一些功能 总体来说的话 我觉得就是通过的感觉来说 它是基本上去Match 像Spot-Union 一样的一些 一些性能 还有资源利用率 还有FairShare 那些能力 然后 这里这时候呢 我们就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 是不是这些就足够了呢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回头 可以再review一下 我们在接触我们的客户的时候 收集到的一些 一些需求 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就足够了 这是我们接触的 从我们未来 过去十几二十年的时候 建筑一些客户 无论 那时候还没有Spot的时候 他们在预行其他的 一些分布式的Workload的时候 他们所需要 就是提出的一些要求 第一个要求就是 所谓的SRA 就是刚才说的服务品质 你的 性能的预测性 第一条就是不同的应用呢 其实它有不同的 性能的要求 有些是需要很快就结束 有些是离线操作 那 主要能够 我是主要能够 所谓的Opsey Opsey模式 我是Workload 那如果你有资源的话 那我就运行 那如果没有资源的话 我可以等待 所谓的离线的东西 这是从应用的 不同应用角度 还有一些是不同的 这个 所谓的Tenet 不同的用户的角度 那有些是一些 高用线级的用户 他的 是运行一些非常 所谓的Mission規调 另外一些是低优先的用户 他其实是 懂得一些 是OK的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就是 有些优先级比较高的 就是他需要 要有资源 就要他来使用 他需要去抢占那些低优先的东西 去使用 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三条 就是说 你们需要抢占 在保证SL 也是必须的工作 还有一点就是说 这是所谓的Priority-based 不同的应用 或者不同的Tenet 它有不同的优先级的朋友 另外一个所谓的是 Nitial-based 那它是根据整个Total 而在不同的部门之间 去根据一定的比例关系 来吸引资源 第三条就是这两种Priority的 混合场景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一个SRA 其实不单单指定你的资源的需求 而且是要根据资源的变化 来做出动态的调整 所以有各种各样 普通的这种所谓的 我们把它就是fancy的考虑 比较复杂的这种策略 或者是基于优先级 或者基于比例关系 甚至是优先级比例关系 混合的场景 是对整个SRA的要求 第二条就是 如何提高整体的资源利用率 首先有两个场景 一种良心就是说 在Cloud的环境下 有很多很多的用户来使用 那demand 永远是特别在这种 高性能的数据分析 高性能的领域里面 那对资源的要求 肯定是远远要达过于 你可用的资源 所以你要保证 对资源利用的提高 那对资源利用的提高 那对资源利用的提高 一方面 就会回到前面一个要求 就是你资源利用提高的 越高 你是越有可能 尽量的挖掘资源的潜力 来满足用户的SRA 然后第二个 你也减少你总体用户成本 你的允许你的IT环境的 这个机器的 个数不会增加的太快 然后因为你机器的增加 不单再是你采购的成本 也是用你的维护的成本 还有第三条 这是最近才出现 就是说 以前的计算 所谓的计算 大概只需要比如说 CPU 内存 还有网络 或者硬盘 就可以了 随着money machine learning 这种出现 还有一些算法的开发 GPU 现在已经变成越来越 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资源 那要求这个 特别是SRAC的调度 你要学到这种调度GPU 同时呢 因为GPU在某些情况 也可以和CPU 通过一定比例观价等价 你还需要 考虑这个CPU的能力 就比如说 当我有GPU的时候 那我尽量使用GPU 然后当我没有GPU的时候 我通过一定的cost 这种比例关系来使用CPU 这是我们收集到的 一些用户的要求 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些用户要求 来回头看看 我们现在的 就所谓的 最新的 新的 cross remote spark method 是否能满足这些 我们的想法是 比例 那个 观点是 我们认为 现在的 spark method 其实还是不能满足 刚才说到这些 无论是SRA 还是 对资源的请求 甚至是GPU CPU的支持 当然 这并不是说是 Methos的问题 因为Methos 我觉得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 它能够把底层的资源 都抽象出来 提供给上升的scheduler 那 是不是 Spark 自己有问题呢 其实 我觉得Spark 做的工作也很好 因为它也 这样的task的调度 也发挥到了极致 我们认为 其实它在task scheduling 和resource management 之间 缺失的一层 我们认为 就是在 job level 或者setting level 的调度 这是缺失的一层 然后我们再回头看看 是不是 Fangrun 就有它原生的毛病 那一定要把 DeepRicate调 来使用 cross ground 其实也不是 Fangrun还是有它的好处的 只是实现的问题 那 只有你做了更细致的调度 你才能真正提高资源利用率 你提高资源利用率 你才有更多的资源 去服务那些SRV 所以 这个 我们认为 Fangrun还是 还是非常必须的 还有呢 就是 SRV 怎么保证SRV 这也是一个非常必须的事情 比如说 resource preemption 或者resource usage 还有第三条 就是要在session level 做一些调度 而不是 完全把这个调度的资源故障能力 去下放到资源管理层 最后一点就是说 我们要把GPU CPU要统一的考虑这些调度 我提出了这些问题 我提出了这些问题 然后下面就有我们的这个中国的高级 投下室 这些问题 也是这个Sensure Skyler 这个主要的研发人员 来介绍一下 我们怎么用这个Sensure Skyler 然后怎么follow 我们刚才说到这些gatline 来设计我们的这个 这个missing layer 好 谢谢 朋友 那么我们 我不知道就是咱们在这 有多少对 这个Spark 非常熟悉 那么我现在大概也简开 说一下就是说 刚才那个Fangrun介绍过了 我再说一下这个 在Spark里面有几个主要 就是 譬如说现在Spark Messos 它怎么work下来的 现在呢 就是说我现在有一个 底下有一个Messos的集群 然后呢 我每一个Spark application 就是一个Spark driver 他单独去找 那个Messos需要资源 然后这样就是说 如果我有成天上望的这个 Spark application的话 那我实际上 在Spark 在Messos上 会有成天上望的Messos Messos framework 那我们是想的就是说 在这个Messos和 Application之间 Spark application之间 来build这样的 意思可能这样的layer 来提供的能力 包括比如说 我们能够prioritize 所有的application 能够dynamic share 然后 fine grid 能够支持promish 并且能够支持到 像企业这种树心组织结构 这样的feature 那么这样弄出来之后 我刚才提到就是说 现存的这个Spark 和Messos是 所有的Messos 所有Spark application 都会去connect toMessos 那么我们这样 并且说 实际上这个 所有的application 会去 连到我们这个 Spark 30 schedule layer 这样去做 然后在这一种 我们来保证 它的高原级的作业 能够先完成 然后他们根据不同的 这个 share的比例 来做到一个 更动态的一个比例 分配 然后并且是一个 fine grid 然后并且能够支持paramish 但是这个我们是一个 那个 我们的一个愿景 我们的对于解决 刚才那些企业的需求的想法 大概大的品质 就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就是 我们在这个里面 到具体有一些 是怎么来做的 那这个地方我画了 把message都画得比较小 然后再画了 几个比较大的 这个 与spark相关的component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看看左边这边有 三个这个spark driver 那么spark driver 实际上就是 我们可以认为它是spark application 那么这边我只是画了三个 其实上它可以 可以是成千上万的 然后它都会连到这个 中间那个最大的块 叫spark status 那个那个 那个块 它是一个 一个 severating process 然后这个spark status 它作为message的client 它作为message的framework 统一的向message去申请资源 那么这个时候 实际上 那个 它从message拿到的资源之后 它 再相当于一个中间的批发商一样 从message批发1p的资源 然后再连到它的spark 可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分配 那么这个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 结构上的一个图 那么在具体怎么样做到fine green呢 fine green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在左边有一个scalive backend 这个地方是fine green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说这个scalive backend在driver里面 它能够看到spark里面所有的这个就是我当前有多少pending task 多少runting 多少这个 是不是还需要更多slots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步就是说 我们会去收集这样的task pending task的信息 然后去 我就以这么多 比如说我有一千个task pending 那么我就会发一个request到sense schedule 说我需要一千个 然后sense schedule 根据它自己有的资源 以及从method伸出的资源 它根据priority 根据那个share的比率 分配给这个driver 分配给driver之后 driver然后再去发达命令给那个spark sense schedule 然后再去通过method 去把spark executor 提起来 然后再连回到driver 进行真正的运算 那么这个是一个启动过程 那么当那个task运气完之后 就是我没有任何workload了 或者是我的task 从一千减少到了 比如说一个两个 在这个减少的过程中间 我不断地会去把我不需要的这个slots 会release给这个sense schedule 然后这个sense schedule 可以去给其他人用 或者是其实没有信息 我就会去还给这个method 那么整体是这样一个work的流程 那么在spark里面有两种运行的模式 一个叫做deploy mode 一个叫做client mode 那么所以实际上我们设计上这个架构 然后它最终于运行的起来之后 那个sense schedule 会运行在messor上看到两个framework 一个是for driver 的resource allocation 另外一个是for executor 有一个plugable的interface 是让用户去写他自己的这种 就怎么样去分 比如说怎么样去prioritize这个application 怎么样给 就是说怎么样把这个resource分给哪一个application 这样是完全plugable的一个policy 那么在这下面这一块实际上我们也是一个plugable的一个allocator 那么这个allocator 现在我们可以和methods接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和其他东西去接 这样就是会把这个整个实际上这样一个结构是我们愿意的一个结构 当然就是说我们也先把它推到一些那个更多的 拿到一些更多的feedback 看是不是这样是make sense OK那现在主要大概的一个介绍就是这样一个结构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下面看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提供的一个主要sense schedule 提供的主要功能 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是fine grade 这个这样的一个调度 那么在我们刚才看到的有一个schedule plugable 就是policy 那我们现在能够做到的policy有几个 第一个是fifo 就是现在的作业新服务 现在的application能够拿到所有 能够优先拿到所有的这个资源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那个叫priority的application 每一个application会有一个priority 然后比如说我的先来的这个 第一个fifo就是说我只要等到第一个完成 它不要需要任何resource了 我才会分给后面的application resource 第二个就是说我比如说我第一个low priority来了 那么再来一个高priority的 我会慢慢慢慢的会把这个low priority的 占有的resource 会vriscal或者propishing的那种 move到那个hyperority的application去 那么第三个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有一些 那个dynamic reshare的requirement 那么这个我们提供了一个 叫做weighted fair share 就是每一个application它可以有自己的weight 然后来决定它能够在整个资源池里 那个占有的resource比率 再一个就是hierarchy hierarchy这个地方就是说 是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就是说在一个公司比如说它的层级比较多 比如说一个公司有一个大部门 大部门有这个小部门 小部门里面还有好多不同的application team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有可能就是我出的钱多 我能够拿到资源更多 别人出的钱少 我能够拿的资源可能更少 我们做这个hierarchy的控制这个比率 那么也就是说那个钱出的最多的 我能够更快的拿到资源 或者拿到更多的资源去完整它的作业 那么再一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提的就是说 这个resource的shifting可以是grateful的 还有就是说我有一种非常urgent的occasion来了 我可以让它去抢占 抢占这个low priority的 或者是它的不应该占有的那部分的 但是额外占领的那部分资源 它可以promission回来 给这个urgent的wfn去用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想在 比如说把这个spark里面有 有两个角色 一个角色是driver 一个是executor 那么实际上这两个东西它的角色 以及它的这个关键性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这个driver 它也死了 那么这个整个案件就挂了 但是这个executor死的也没关系 它再起一个executor给run下去 所以实际上这两种这个角色 对机器的要求以及机器的稳定性 或者什么干扰度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希望做这样的一个host selection 哪怕这个methods都提供了我 我会把它区分开 就是哪个地方去run driver 哪个地方去run executor 这样能够 既能够保证这个driver 它能够在比较稳定的机器上运行 比如我们就说这个机箱就只有driver 没有这个executor executor有跟memory什么都不可控 而driver这个地方还好 它对这种memory CPU的可控度比较高的 executor就控制度可控度比较小 那么再一个我们就是也能够做这种GPU的scaling 刚才朋友说比如说CPU这个 GPU不够的时候 然后我们能够 当然定个GPU它是我们的调度 再一个就是说我们就用adaptive的调度 GPU如果不够的时候 我们看到它的CPU和GPU上的cost的比率 去看它是不是使用这个CPU 那么再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比较能够 比较好的 故意能够看到resource的这种相当的变化 然后等会我们可以做一个demo去看看这个 然后这个做完之后呢 我们怎么去使用这个东西呢 其实上我们了解spark的 应该会比较熟悉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实际上是想和spark master 那种就是standalone mode 去比较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的 比较相近的user experience 所以实际上和那个spark的那个 standalone mode的 deploy的方式以及运行的方式 比较相似 只是说底下机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而且那个standalone的spark 把我们这个sand schedule 在这个messource上先起来 起来之后 它就能够去接受作业的submajor了 那么在运行这个时候 我们要去 因为它还是从这个messource 应该去 这个 申请资源 然后因为它可以指定它的roll 然后我们要有一些vice相关的配置 给这个sand schedule去用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我们这个器械的时候 我们可以提到这个真正的spark application 然后它要指定这个 我们这个sand schedule的一个URL 这个URL实际上 我们是为了想和这个spark standalone 比较兼容的话 我们实际没有改它这个scamer 还是用的spark 这样的一个scamer 我们如果这个 说这个fit比较好的话 我们就是说 因为想着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 换成我们自己的这种scamer 那么 意义上使用起来的话 和Standalone的这个模式是非常相像的 但是它提供的能力是 有比Standalone要好太多 那么这个是我们在 不是基于那个 有一个proponerspange bug 是横向的那边 是我们这个sand schedule 和我们自己的一个resource manager上 然后和spark 一样的 和spark 和methods的一个横向的一个对比 那么我们还没有把我们这个sand schedule 和methods真正做完那个benchmark 那么我们 但是我们期待 我们做完sand schedule methods 和spark 和我们那个resource manager上 有达到同样的能力 就像上面的那个地方基本上一样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 这个地方的结果是 横组是一个 这是个 首先说 这个benchmark 是第一个第三方做的 那么 它做的workload是什么 就是我去运行 一大批连续的提交 一大批的这个spark的application 然后看它 看它这个application完成的这个时间长短 以及它这个是不是很集中 是不是运行是不是很短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蓝色的 是在运行的时间是最短的 然后它的这个座椅 每个座椅完成时间的波动也是最小的 然后这个蓝色 这个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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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整体来看 就是说 结论是 在throughput上面 我们这个要 可以好一些 大概有3%到40% 再提升 这是这个我们做的结果 然后我们在做这个 这个sign schedule 和Messos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 进了一个比较 一些纠结的过程 一些坎 然后 我们刚才看到 就是说我们整个思想是说 我们要把这个资源 从Messos批发过来 然后呢 再去分给这个spark 那么在这个批发的过程中间 就是说我批发过程之后 我会进了个old resource 但是这个理念和Messos的 那个 有点 相背离 它的主要原因就是说 我从Messos拿到资源之后 我去run一个 start一个task spark task 然后我这个 我就不确定我这个 resource 还能够分给我了 这是和他背离的一个 那我们 为了做到我们那样的一个 批发的效果的话 我们就使用了Messos 的dynamicization 这样的feature 就是说能够 make sure stars 哪怕 start了Messos task之后还能够回来 然后 这个中间就是说我们能够使用的有点 我们搞了一堆技术才能把这个输入给记清楚 这个地方是比较麻烦的 但是 就是实际上我们花的最多的精力 也就是说 怎么样使用这个dynamic resolution 的feature 来满足我们的那个想法 那么 并且我们在过程中也有一些其他的想法 想就是说 如果我们能够从Messos的社区 能够得到一些知识 那么我们也能够更好完整我们的 上面的一些工作 那么第一个就是说 resign 已经start了container 这个是为什么需要这样 就是spark 加上一个特点 就是说 我一个spark的 它执行器 就叫spark executioner 里面 它是一个多线程的 就是一个task 是 比如说我executor 我可以指定它跑 比如两个五个十个这样的task 可以随便指定的 当然就是说 但是我这个机器上 我有可能只要拿到了一个CPU 那我过一会呢 我又拿到了一个CPU 在这个机器上 我运营在同一个task 同一个spark executioner 里面 但是这个时候我就是 我希望把这个 在Messor 这边能把这个 CPU的 CPU的 configuration 给它加大 那么这个时候 实际上我用Messor 现在还没有提供这样的能力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我刚才提到我们弄了一堆的技术 才能够设整明白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Messor 才能够提供 我们能够提供一个比较长久的offer 提供给我之后 它的offer ID不变了 因为现在就是说 我去offer 给我了 我要去start container 如果这个resource还给我的话 它的offer ID又变了 所以上这个时候 我们不能再持一个长久的offer 如果我们有这个长久的offer ID的话 希望我们能够更好地去做这个resource reuse的事情 那么 还有就是说 我们也希望在Messor 之间 能够做一些reclaim的事情 因为 这样的话 就是说 虽然我们在Messor 里面有这个roll 之间的一个比例的控制 但是它现在不是一个强制性的流本 就是我上面的我拿这个资源 有可能就是roll 非常长的这个 建筑器下 它一直不释放 然后另外的可能就是 拿不着它 新得的比率 再一个就是说 我们也希望能够去 如果说Messor 能够 offer这个resource的时候 能够把整个机器都offer给我 那我能够在上面 能够做更好的一些调度 能够把这个机器在 就是说 提供给我之后 我能够把它怎么样 切 怎么分给谁啊 都能够做更好的一些事情 那么 我今天就是说 想讲的东西 这个后面我们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 U demo 然后 希望能够让成功 因为我们这个 还没有做到一个 百分之百 完全稳定的一个 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我现在是装了一个Messor 环境 Messor 环境 那么 它现在我总共有六个机器 一个机器是Messor 机器 另外五个机器是 那个 虽然有机器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就是Active Agent 有五个 然后呢 我把这个SenseClear 已经在Messor 上 已经start up 起来了 那这个时候 我刚刚起来 有两个 会有两个Firmware Active Firmware 在这儿 那么 总共这个CPU的个数呢 是160个 然后我们 可以当认为 把转换的数字 就是用于它有160个Swats 然后 起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可以看到这个 我们Spark SenseClear 它的负义 所以故意上我们就是 有一些细子显示 比如说现在的这个 Running Application 以及Running Application 所占的资源 这个是 这个是整个 SenseClear Level的 Total Demand 和Total Addict 这个地方是 分成那个Application 下面有这个Running 这个是 这个是 上面两个头 是个动弹的图表 然后我现在是想去 我先去 现在还连着 想先去 想是往这个上面去提交 三个 三个Application 每个Application 是 有一千个Spark的Task 这个Task 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干 就是一个Random的 40不0到10秒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我会先Running一下这个 Running 我这个把这个提交的 那个脚本比较长 我们等会看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我们有一千个Task 不是 有一千个Task 所以它Request 是一千个 但是呢 这个 实际上我们卖的Classen 只有160个 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就是说 它这个 这个地方是160 对不了160 然后这个 Dbound 是一千个 然后这样运行的时候 Dbound 就会 Dbound 就会减少 然后会 就是一个Application 一个状况 我们就等到Running 我们可以再去提交一些其他的 提交 可以再提交一个 我是提交了两个 然后我们看它这个资源的这个 我们就看到这个时候 Total demand 是两千个 然后再看这右边的是 比如这边 这个 这两种颜色片 表示不同的这个 Application BaseBug Application 然后他们现在是 基本上是一个 1比1的关系 因为我们的它的Priority 是 不用那个Priority 来控制了它的这个 互相的资源的比例 然后我再提 然后它就可以 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三个 三个Application 它在很快时间都 就把这个资源 已经Balance 到成 1比1比1了 嗯 嗯 然后 然后我们看到运行完成的时候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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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 这个运行完的时间长 就是 因为我们刚才一千个Total 现在是三千个 然后 它运行长 它的时间都比较长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个 它所有的这个 这个 是会 这个 然后我们就看这个地方 有一个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是 我的这个 这个颜色的 Application 已经完成了 它把这个 这个 这个 Resource 就分 让出来 给这两个Application 那么这个地方 又看到一个变化 是说这个 这个颜色的 它的 Task又完成了一切 然后它把这个 Resource 让出给这个红色的 大家就能看到一个 它这个 非常动态的 一个自由的 一个 那行 那我的这个Demo 就是 这个 然后下面就是 QNate 然后定期的那个 那个 那个我们右下 我们的那个 那个右下角有一个 二维码 那个二维码 是 我们的那个 第一在上面 Keynot 那个Demo的那个 那个 二维码 可以去 是那个 那个时候 用Demo去做的 图片的一个 各种转换的 一个东西 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下 同时 又是我们那个 IBM 系统中心的官方的 微信 可以去玩一玩 那个东西 那么这个 那个东西就是 这个 后面的 technology 就是用我们的 spark sense calier 方便上去 去弄的 那大家有什么 很多问题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如果举些例子的话 都有一些 什么样的一些应用 可以在上面让 是比较适合的 是CPU intensive 还是 lo-intensive 还是 network intensive 就是说 咱们这个 用批发的方式 让spark 拿到一些 resources 然后spark 里面再做 fine-grained schedule 这样的一个模式 是不是适合所有的 这种应用场景 还是适合一些 特殊的场景 问题是 就是在 我们这种 sense schedule 模式下 拿走spark patter 可以更好的 发挥这个效能 大概说明一下 首先 这个 sense schedule 是以吸力量的方式 来调度的 它更适合那些 workload panel 的资源变化 是比较动态的 如果你是恒定的话 那你预先知道 你的每一个 actual size 或者大小 你就使用所谓的 cross screen 就可以比较好地完成 更好的 已经比较好的 是用你的资源 那当你的workload panel 会变化比较大 比如说一些 inactive 当我把这个 iPad 放上去 我的exo 启动起来之后 也没有任何task 那 在传统的模式 cross screen 所有的cpu 资源 即便只有一个seuter 也会被浪费掉 在我们情况下 只有当你有task 的时候 才真正分配你的资源 这是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我刚提到 在企业环境下 当你有不同的sla 不同的需求的时候 并不是说所有的应用 都是一样的服务品质的要求 当有些高约 低地的混合场景的时候 特别是还有企业环境下 你的组织构架 是比较复杂的时候 你用sense schedule 可以更好的保证你的应用的服务品质 就是在两种比较典型的情况下 这就是我们反映到 我们这个企业的要求 和我们的实现的工作 就是第一个 lcv requirement 第二个 improve resource utilization 但是呢 这些单位并没有受 这个gpu的资源的调度 同时第三个 当你更多的使用gpu资源 gpu资源的时候 sense schedule 也是比较适合这种场景 因为只考虑cpu作为一个资源的 一个比较要紧的资源的话 它是这样子的 我说对于其他的一些应用 比如说它是对网络的带宽 这种 它是更加紧张的 这种情况下 这个我觉得问题挺好的 就是说它实际上 涉及了一个这样 原色这样的一个 多位的这样的调度的问题 那么实际上 我们现在的那个 我们读过code 都是 实际上spark 它们都是cpu intensive 对 都是cpu intensive 那么如果说 我们想到变成那种 多为那种g 考虑这种cpu 考虑memory 也考虑这种网络 disk 那么实际上 上面也可以做一个这样的 多为的一种调度 也是可以的 那样的实际上 就是我们更希望 从这个asus 能够批发到整个的host 然后呢 就这样的 下面做一种多为的调度 那样可能是更多的方式 我想说明一下就是 对于网络的控制 首先 Methos已经能支持多为的资源调度 因为它提供更多的资源 你可以定义一些资源作为 所谓的consumable 或者只是作为一个itgb 第二条就是说senscale自己 它也能支持多为的调度 如果你对网络有要求 比如说你的application 你想保证它的带宽多少 从分配的角度 无论是methods还是senscale 都可以达到这一点 但是在保证它的网络资源的时候 单单从分配 其实是足够的 对吧 分配只是一个所谓的dimension control 只是我允许不允许 你对网络有要求的workload 运行在特纳机器上 第二条就是所谓的enforcement 那 还需要通过Nexexa 可能有这样的控制 来摆好这些带宽的书 那这时候这些呢 无论是对于Methos 还是senscale 都是有一些 还是要 还是要继续引航 资源这样的问题 还有 你好 然后我问一个那个spark 那个调度开销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比较关心就是spark 现在 它的那个task 大概可以 是短到多 就是这个时间长度 能够极限 应该达到什么样 它可以有加速 对 我比较关心这个 然后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你们有没有那种workload 它是 它的时间是非常短的 每个task 然后 但是它的数量又是非常多的 然后 它对那个scheduler的调度 吞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有没有这种场景 如果 如果没有的话 能不能 就说一下你们如果对这种场景 怎么搞 这个场景就是说 其实是一个挺好的问题 就是说 spark 里面 它既有这种 所说的 设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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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分给这个scriber之后 然后 我就 可以持续地去使用这个sloth 然后 它 我给先进这个excuse 这个application 能够使用上线 或者 并且保留它一个非常稳定 或者不够 所以你分给我之后 我可以再 比如说我一万个很短的task 然后我要为一万个task 去申请一万个sloth 我是不知道的 我可能申请十个一百个我就ok了 那我设置这个application 最大的max slot 各数 然后这样实际 我已经就是把这个 申请少量的excuse sloth 以及起少量的excuse 这种完整的事情 我可以控制得住 这是通过这种方式去做的 然后 吞吐 吞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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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取决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 我们send together 从这个 在这个 从methods拿资源 以及 再给多个application 分配之间 分配的那个性能 第二个是说 我们在那个spark driver里面 去 拿到资源之后 启吐的scuse 并且分给这个 真正的运行task 那一块 那么第二个 是spark自己做的 我们自己做了一些优化 那么第一块呢 就是send together 但是里面的那个 资源分配的能力 那我们是居然有 十几年的这个 经验的积累 在这个多县城处理 人们要怎么样 把这个 此复的开销减小 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进行 我觉得这个地方 我们在 比如说其他产品里面 每一秒能够 比如说 skate 几万个 我们测试的 因为这个是大概 达到几万个task 但是不是这个里面的 不是这个里面的 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能力 我们还没有测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 因为这个地方 send together 它主要是对于source 我们没有那么大的 继续测这个 我觉得有几万个slots 然后它怎么样去调整这个事情 不是转换 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就是说能够配置的一个比例 就是说你能够CPU和GPU 比如说在GPU上是一分钟 然后在GPU上是十分钟 然后在GPU上是十分钟 然后它通过这个比率的控制 如果说你在CPU里运行的时间 比如说小的 如果小了这个比率 那我就会去调整CPU上去 如果是大这个比率 我就会去调整CPU上去 这样一个手中的一个配置 嗯 嗯